小米速区终于绷不住了 定在这个月28号公布价格 但是雷总我怕你疲惫啊 有前车之鉴啊 你看理想麦克尔定价定的那么高 导致隔壁的腾丝第九乐开了 花儿啊 订单量都起飞了 还有 极客009的二手车 热度最近都上来了 所以说你如果说定价定太高的话 我真怕你疲惫啊 我看了人懂车地 销量排行榜 特斯拉猫头三 一个星期的销量都干爆炸了 仅仅用了一个小小的降价 你想想特斯拉卖的这么好 在这个价位上 特斯拉应该是小米速区 比较大的竞争对手 还有谁 寄生期何生一啊 那极客001出了新款二次款 八百幅高压平台 又有激光雷达 而且全方位的提升 那你想想 以极客001这个产品力 跟小米速区对比的话 有多少人现在已经订完 极客001的二次款的 评论区能不能告诉我 晒晒你的订单啥的 或者三月份 特斯拉将价之后 你订特斯拉的 小米现在有一种什么感觉呢 跟领跑似的 领跑三月份上市公布价格之后 宝贝退定量起飞了 为什么 他能干过比亚迪的荣耀系列吗 那如果说领跑 一月份公布 发布价格 那说白了兄弟们 现在估计是摇头晃了 雷总 我真心希望小米好 所以你前车之间 你瞅上那么一瞅 然后你的价格 你要订十多万块钱 你随雷神 你要订二十多万 兄弟们 网友的 那兔么星的布得给你 埋了呀 宝贝们记住了 二十万以上的新能源车 它拼的不只是品牌 用料 智能驾驶 这些东西 更重要的是价格 今年新能源车会很卷 迭代更新的车型也有很多 未来还有近二百台车 在今年会迭代更新 甚至新车上市 小米速期会不会好 评论区留给你们 祝 看到这条视频的宝贝们 一路长红 身体健康 点赞关注 祝你发财